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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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先生他在兩年多前 105年9月 因為下淹癌 做了手術治療 那術後復原都相當良好 那追蹤了兩年 兩年多 下淹的董油都沒有復發 但是他蠻不錯的 也很配合 有把淹戒掉 而且每個月都定期回診 所以這個下淹癌 一直追蹤了兩年多 都很正常 也沒有復發 但是大概在 兩年又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我們在定期回診 發現他 右側口腔 扁桃腺的地方 扁桃腺 突然出現了一個 紅腫的腫塊 大概一公分而已 那我們 切片檢查之後 證實他是 又罹患了第一期的扁桃腺癌 但是才一公分左右 我們又經全身的證質 攝影掃描 發現也沒有轉移 這只有一公分而已 是屬於第一期的扁桃腺癌 這樣 那我們 因為很小 所以我們安排他做放测治療 那目前 治療已經結束了兩三個月 目前腫瘤都完全消失了 病情也很穩定 陳先生 因為他是蠻特別的患者 因為他 他同時罹患了口腔癌 下癌癌跟食道癌 過去五年就 一共得到五個不同的 不同部位的癌症 這樣 那 那屬於 算是就是 癌症的高危險群 這樣 那因此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這個 口腔癌的高危險群的話 就算在治療 完治了兩年之後 都沒有再復發還是會建議 可能還是每個月回診 除了要確定有沒有再復發以外 其實重要的是 其實口腔癌很容易再發 第二個 完全就是新的癌症 他有可能在口腔 也有可能在咽喉 也有可能在食道 根據統計的話 醃酒 檳榔還是造成這個口腔癌的 主要原因 而且 長期抽菸 攪檳榔的話 會造成 口腔口菸 還有 咽喉部 整個區域都會有一個 Filled cancer 就是區域心會有癌化的現象 那會造成 之後的話 可能 當出現口腔癌的話 那就算治療好之後 這個區域很容易再發現第二個 甚至第三個 第四個 不一樣的癌症 這樣 所以我們還是會呼籲民眾 盡量還是 把 遠離這個 煙 檳榔 跟酒 盡量不要再 嚼死 這個 煙跟檳榔 那 如果已經 有診斷口腔癌的患者 我們還建議 除了戒除 以上這個習慣以外 能夠定期 最好是每個月都能夠回門診追蹤 才能夠及早發現 這個 是不是有新的癌症 長出來 五年前 我們這邊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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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登岁了 我今天也没有连交朋友 不然都没有连交朋友 我真真打算说 他专门说是因为我非常多劲 对我说他说他 过来说他有风格 他说他有风格 我以为你能够打电话 我以为你能够打电话 我以为你能够打电话